- 電玩亂報 哈囉大家好我是赤狐 歡迎收看今天的電玩亂報 開頭一樣先來個上週的影片提醒 主要是我有分享了魔導少年的遊玩心得 以及該怎麼改善Switch的連線品質 在連線品質的內部影片當中還有舉辦抽獎活動 還沒有看過的觀眾可以去看一下 那接下來就開始今天的電玩亂報 首先第一則新聞 卡納赫拉的作者在上次公開自己的夢境島之後 這一次又公開了他製作的夏日寓意給大家下載 大家有興趣的可以去下載一下 第二則新聞之前有提到過的2D橫向機器人遊戲硬核機甲 公開了亞洲地區的獨特預購特點 是一張雷暴以女型機甲的大型滑鼠墊 我原本是想等這款遊戲出了之後再買的啦 這款遊戲預計是10月才會在Switch上推出 但這張滑鼠墊又似乎很不錯耶 我在糾結到底要不要預購 各位會因為有這張滑鼠墊而選擇去預購嗎? 不過在預購之前最好還是先跟店家確認一下喔 第三則新聞 之前有人留言問我說這款遊戲的消息為什麼我都沒有報 那就是由對岸開發的獨立遊戲聖女戰棋 這款遊戲本身是一款戰棋類遊戲 也就是我自己會喜歡的遊戲類型 我之所以沒有拿出來講 只是因為它的戰場畫面對我來說 不是我希望在Switch上玩到的 我玩過風花雪月 玩過瑪莉歐與瘋狂兔子 最近在玩幻想大陸戰記 這些戰棋類遊戲在戰場畫面的表現上都比較現代啦 而聖女戰棋走了一個算是懷舊風格吧 也因此我當時看到的時候沒有太大的興趣 但這款遊戲整體的評價似乎又相當的不錯 目前已經於8月12日推出了 或許在我結束幻想大陸戰記的冒險之後 可以考慮來體驗看看這款聖女戰棋 第四則新聞 Switch上的太古達人又要有免費大型更新了 現在看到免費都會莫名的高興呢 這次的大型免費更新增加了電競錦標賽的內容 玩家可以選擇跟原本一樣的四種難度來參賽 以最多8位玩家的情況進行對戰 比賽的方式是比較兩首歌曲的分數總和 第一首歌曲為隨機選擇 第二首則是自選歌曲 實際上的比賽狀況要等正式更新才會知道 另外8月20日開始又有新增的付費下載歌曲 目前也確定公開了會有哪些歌曲啦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考慮買下來遊玩 我自己是一直都會不定時的玩一下太古達人啦 也買了一些追加的歌曲其實真的還不錯啦 不過這款遊戲因為音樂版權的關係 想要直播都直播不了呢 第五則新聞 我的世界地下城將於9月8號新增全新DLC 不過更新DLC不是這則新聞我想分享的重點 重點是它將於9月8號推出實體遊戲片 並且實體遊戲片包含連同這次推出的兩個DLC喔 雖然說看到終於有實體片了我是滿開心的啦 但問題是即使到了現在這款遊戲依然不支援中文 如果說這是一間小公司沒有能力製作 我或許會覺得可以理解 但開發的遊戲公司早就被微軟給買下來了耶 微軟這麼大的一間公司卻依然不願意給個中文翻譯 確實讓人覺得無奈 我其實很想玩這款遊戲 但我依然希望能夠有我能夠輕鬆閱讀的語言啦 第六則新聞 真女神轉身3出了點尷尬的問題 簡單來說就是日本版收錄的內容跟中文版的是不太一樣的 正常日文版原本購買的遊戲就有全部的內容 而DLC只是把人物模組做更換而已 所以即使不買DLC也可以體驗到全部的遊戲 而中文版 不但有些角色被奇怪的理由給刪除掉了 有一部分的日文版有的內容則被放在中文版的DLC當中 跟著角色的模組更換成蛋丁一起賣給玩家 也就是如果同樣都不買DLC 日文版可以玩到比中文版更完整的內容哦 我可以理解人物在市場上會有社會輿論的問題 所以你把它刪掉 但要刪掉不應該也是全部都刪掉嗎? 日文版的遊戲依然還是有啊 那這樣的話沒有社會輿論的地方又為什麼需要把它刪掉呢? 我們花一樣的錢為什麼只能玩到不完整的版本呢? 我原本說這次中文化會使我想要加入系列作品的契機 但在看完這次官方給的回覆之後 抱歉了這款我先不買了 我不富有不想花一樣的錢買比較少的東西 最後一則新聞 2D橫向動作遊戲 Minoria將於9月10號推出在Switch平台上面 這款遊戲是一款扮演修女與怪物戰鬥的一連串冒險故事 遊戲畫面中最吸引我的莫過於它流暢的動作戰鬥表現了 除此之外畫面的風格也相當的特別 是我會想要買來玩的一款遊戲啦 以上就是這週新聞的部分 這週沒有銷售排行分享 發米通那邊似乎還沒有進行更新 這個部分就讓我們一起期待下個禮拜吧 所以接下來就直接跟大家分享 日本任天堂公布 接下來這一週日本eShop即將發售的遊戲 8月20號野蠻星球之旅 冒險類支援中文 中國式家長 模擬養成類支援中文 微光閃爍2D動作類支援中文 Alt-Buddhist DX2D冒險類支援中文 螃蟹大戰鬧事格鬥類支援中文 可愛死神2D動作類支援中文 回旋飛鏢派對類支援中文 世紀之時創造與破壞算是塔房類支援中文 無漆底怪談動作類支援中文 共生邱比特戀愛冒險類不支援中文 共生邱比特戀愛冒險類不支援中文 8月21號LICE XL 異智類 資源中文 以上就是接下來這週即將要發售的遊戲 我目前可能會買的有 螃蟹大戰、微光閃爍、中國市家長 各位有比較想看到哪一款遊戲的分享嗎? 歡迎在底下留言 這次的電玩亂報因為資料沒有更新的緣故 少了一個單元 加上這週的新聞也比較少 所以就到這邊結束了 希望大家可以諒解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 還是希望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上週的影片真的可以考慮去看一下 我是赤狐 祝各位有戲愉快 喔 belonging 喔 喔 我們